這間超商 招牌褪色 字體看起來模模糊糊 外觀不太起眼 走近一看 門口擺了好多娃娃機台 店內的貨價 商品價格 還是老闆手寫的標籤 早在二十五年前 借洋超商在南臺灣 大街小巷都看得到 高雄起家的借洋超商 創立於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九年就超過兩百三十家 當時僅次於統一超商 不過之後競爭越來越多 導致漸漸凋零 像這樣的小型便利商店 早期很有名的還有小豆苗 老闆親切的招呼老客人 小朋友走進店內 目標就是這一格一格的糖果零食 價格是称重計價 翁才機便利商店也是越來越難看到 店內同樣有一格格的零食 公民眾挑選 像這樣的復古超商 很多都不能繳費 不能買車票 不能夠行動支付 和現在企業化的超商 服務多元性完全不能比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這些早年甚極一時的超商 都是時代的眼淚 有著滿滿回憶 三年新聞 劉安景縣文宴和陣風 高雄報導